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你自重 丹琪 你要明白 即便是当我这种有钱人的女人 也比跟那种什么都没有的年轻人 谈一场恋爱强 你看她来酒吧消遣 点得竟然是两瓶最便宜的国酒 我刚刚听门口保安说她是打车来的 你跟这种雄光蛋谈恋爱不是活受罪吗 杨经理 不许你这么说我朋友 还有 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尼弟 喂 杨经理 酒呢 马上来 马上来 还不赶紧给王少那边拿几瓶路一十八句 先生们 你们的酒到了 请问需要全部打开吗 全开吧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你特么 真漂亮 没关系 没你 你叫什么名字 我跟这些哥们喝完酒还有一场活动 现在缺个女朋友 你有没有兴趣跟我一起去 我的天 这可是犯手啊 家里有着数百亿资产的超级富二代 今天竟然主动邀请 就是 一个普通女人如果能够攀上这种级别富少 这辈子都用不着奋斗了 不好意思 我没兴趣 这么好的机会摆在面前都不要 这女人该不会是傻子吧 就是 这种女人要么是假装清高 要么是放长线钓大鱼 得 心机你 半戒 看来你的魅力也不咋地啊 都有女人拒绝你了 你有男朋友了 没有 没有你为什么拒绝我 怎么 对我有意见 这跟我有没有男朋友没什么关系吧 谁说没关系 你没有男朋友还拒绝我 那就是不给我范姐的面子 范嫂 你误会了 我没有这个意思 范姐 听到没有 人家小姑娘没有那个意思 就是你魅力不够 是不是啊 各位魅女 就是 看来范总最近魅力下降 得多泡点枸杞 对啊 不然怎么跟这些美女玩 看人家都不愿意呢 混蛋 我范姐还没有被女人拒绝过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今晚上做不做我女朋友 这个世界上并非所有女人 都是范少你想的那样 对不起 范少我要去忙了 给我站住 我范姐从来就不相信 有在前面前不心动的女人 你之所以装出一副不心动的样子 那是因为给的钱还不够 这卡里有五百万 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立马就是你的 不好意思 我不需要 有点意思 我喜欢你这种桀骜不驯的样子 这张卡里有一千万 只要你答应做我女朋友 之前的那五百万 加上现在的一千万 全部是你的 我说了 我不要 很好 你果然跟别人不一样 我没看错 这张卡里有三千万 总共四千五百万 够不够 什么 四千五百万 我靠 老娘下的腿都软了 就是 范少 他不答应 我答应做你女朋友 你都不用把我当女人 哼 别说女人了 你都不用把我当人 怎么样 小美女 黑黑 老子不信这都杂不于你 这世上起码百分之八十八的女人 经不起这四千五百万的诱惑 范少 这玩笑一点都不好笑 没跟你开玩笑 不就是几千万吗 本少爷 我不差这点 只要你让我今天开心了 以后还有更多 怎么样 先过来敬杯酒 范少 不好意思我 对你的钱不感兴趣 当然 对你的人也没有什么兴趣 混蛋 你敢耍我 十三 你 安琪 你没事吧 不是 小子 你谁啊 就是 哪里来的小别伞 刚在我们面前搭任 都让开 这位兄弟 当着我王远镜的面动手 你好像没把我当回事啊 怎么 就允许他欺负我朋友 不允许我还手 他只是跟你朋友开个玩笑罢了 谈不上欺负 是吗 那我现在也给你一巴掌 然后告诉你 我这是在跟你开玩笑 你觉得好笑吗 呦吼 你好大的胆子 居然敢跟王少这么说话 就是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跟王哥详题并论 王八蛋 老子今天弄死你 冲啊 你各天棒 找死 小子 你找死 混蛋 我看你是活你了 很好 你这么做 是想与我王远镜为敌啊 乖乖 这年轻人谁啊 头这么铁 居然敢跟王少对子干 是啊 那可是一达集团 王公子的表弟 可不是一般的富二代啊 是啊 那可是上半亿的超级大公司 这王远镜也是国内最顶尖 那一批富二代之一 这年轻人疯了吗 跟你为敌 不好意思啊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卧槽 这年轻人哪也太非了吧 不对 敢这么说肯定是有所依仗 说不定这个年轻人的身份也很不一番 龙真虎豆 看来有好戏看了 很好 敢对我王远镜这个态度 想必你的身份也不简单 不如直接划出道来 让我看看您有几斤几两 王少 这小子有歌屁的身份 听保安说他就是个代价 刚刚他就坐在那 救了两瓶最便宜的国酒 要是真有什么身份能喝着玩意 啥 代价 嘿嘿 许丹琪 叫你不从了我 你不是喜欢这个男的吗 那我就让你亲眼看看 他是怎么毁在你手里的 我靠 搞了半天就是一个代价 简直浪费我的表情 离火 谁能想到一个代价 也能这么嚣张 这下这个小子算是完蛋了 没有足够的本事 就别跟人学英雄救命 现在好了吧 把自己完成笑话了 特么的 什么时候 一个代价也敢跟我王远镜叫板了 今天不让你付出点代价 真当老子是你捏的 唉 我说过 你太看得起你自己了 哎呦我去 特么的 这个家伙简直太嚣张了 王哥 别跟他废话了 直接弄他 对 等老子把他推搭这之后 他就知道华儿为什么这样哄 妈儿为什么要弄上天 杨经理 接轩哥的地方 教训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轩哥不会说什么吧 这酒吧可不一样 老板乃是陆明轩 京城数一数二的呀内 这面子还是要给的 嘿嘿 王少警官动手就行了 要是我们陆少遇到他这种人 早就出手打得他爹麻都不认识了 诸位 手机什么的就收起来吧 不然出了什么事 我们陆少会不高兴的 陆少不高兴 后骨可是很严重的 你们明白吗 明白 明白 没问题 陆少的面子还是要给的 很好 那现在都给我抄家伙哦 小子 老子今天看你怎么死